大家好 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美人手 为什么打太极拳要用美人手 以及美人手的健康的原因 美人手是正直太极拳的一个独特称呼 在其他的太极拳仍然有这样子的手的姿势 只是没有特别称呼它是美人手 那什么样是美人手呢 其实就是你手掌 手掌手背这边 跟你的手臂的背面这边 其实它是成为平顺的一条线 也就是说这个不会这样折 这个折起来就不是美人手 所以他美人手一定是这样 这一整片是平的 这个就称作是美人手 这是郑曼清宗师 他特别给他取的一个名字 那你有没有想过呢 很奇怪 为什么就只有郑子的太极拳 把这样子的手真是称为美人手 而其他太极拳完全没有这样的名称呢 这个问题呢 当我初学太极拳的时候 我的教练就第一天就跟我讲说 来同学们 大家记得 这个东西就叫做美人手 虽然你不是美人 你也要做美人手 我想说 奇怪 为什么要叫做美人手呢 虽然说太极拳里面有很多很怪很怪的名字 什么柔西奥布 这个名称呢 一般人这个字完全不会用到 但没关系 反正当你在初学太极拳的时候 教练怎么教 你就怎么学 记就对了 那美人手在正直太极拳里面 用的地方非常的多 几乎每朝每次 你都会看到美人手的样子 标准的美人手当然是往下 但是我刚才已经解释过 美人手是手背这边跟手臂这边 只要是平的一条线 这个就叫做美人手 所以你可以往下 起势的时候是不是往下 你可以往上 彭于几岸是不是往上 这是右棚 右手没人手 左手也是没人手 这是左棚 左手没人手 右手也是没人手 像我刚刚提到的 柔西奥布 左手是没人手 右手也是没人手 两边通通通都是美人手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其实整个太极拳的拳架里面 它的招式动作 几乎处处都是美人手 但现在打太极拳 大家都是为了要健康 那为何美人手跟健康有关系 然后为什么其他的太极拳 例如说同样是阳式太极拳 其他的支派 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称呼 那你就得理解 太极拳其实原本是个武术 就是古代的人 他们其实发明这个拳 不是用来养生的 因为如果是养生的拳 那就叫做导引 导引其实就是呼吸土 这种道家呼吸土 这个就是专门用来养生 像是华陀 他创造了武情系 这个就是养生 不是用来打人的拳术 而少林寺 他创了各式各样的武术 通通都是武术 都是可以用来打人跟自卫的 所以太极拳你可以理解是武术 而杨式太极拳的第一代 杨禄禅这位宗师 他其实太极拳功夫很高深之后 那时候清朝朝廷 他耳闻有这个太极拳高手 清朝朝廷就把他请到北京去 教这些朝廷里面的这些人来练拳 所以杨禄禅先生 他就把原本是武术的这种太极拳 改成一个比较养生的方式 当然历史上也有传说说 他不想去教清朝宫廷里面的武术 所以他就把他教成一个养生的拳 而他另外流传下真正的武术 他就教给其他的人 所以总而言之 从杨禄禅这个杨师太极拳的 开山主事业开始 杨师太极拳就融入了 养生的一个观念在里面 而我们正子太极拳的宗师 郑曼清宗师 他当初为什么要推广太极拳呢 比如说他写了这一本 正子太极拳自修心法 那他为什么叫做自修心法 他不叫做正子太极拳武功大权 所以自修心法呢 他在开宗明义就已经写到 他这本书为什么叫自修心法 是因为太极拳 他因为练习太极拳 治好了他的废极 所以他觉得说太极拳是可以 强生的一个运动 因此他想要大力推广 但很多人没办法亲自到现场 让他来做教学 虽然说他也教了很多人 因此他就写下这个自修心法 给有心想要透过太极拳 达到强生的人 但是又没办法到现场去学习 就可以看这个自修心法 去学会整个太极拳 所以政治太极拳是完全是为了 养生的目的而创作下来 当然我们郑曼庆宗师 他的武术上的功夫也很好 但他本身其实是个文人 他书法 他会绘画 他会中医 这些都不是一般 只会武术的这些人他所擅长的 所以你就理解说 原来政治太极拳 其实专门为了要养生的目的 而创造的一门太极拳的一个拳法 所以他特别注重养生 而郑曼庆宗师他本身也是中医的造语是非常高的 相传他为什么跟杨成福大师来学杨师太极拳 就是因为郑曼庆宗师医好了杨成福这位大师 他的夫人 所以郑曼庆宗师的中医功力是很高强的 中医功力很高强 他把中医的这个想法放在这个太极拳里面 也就是说中医我们讲究十二经脉里气血要通 那怎么样能通呢 美人手这个手的姿势 气血就是能通 因为经脉在人体里面 十二经脉 它是要让你的身体气血能够畅通的 而当你打太极拳的时候 你整个气开始起来 浑身的气血在流动的时候 你的手应该是什么样子 当然是应该是平整的 这样子的美人手 不能够这样子 这个就是折住了 气血就困难去通过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正直的太极拳器里面 我们特别强调美人手 就是因为气在体内循环的时候 气要能够让它顺利的流走 因此必须要强调美人手 由美人手气才会通 所以郑曼清宗师在他这本 《正直的太极拳自求心法》里面 他到处都写到 练太极拳 以心行气 以气运身 既然你是用气来运动自己的身体 去做这些招式动作 美人手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动作 例如说我们金鸡独立 是不是右手美人手 左手放在胯旁边也是美人手 右分脚 两手全都是美人手 右手美人手 左手美人手 每一个招式全都是美人手 那泰拳的起势 一开始混原装的战装 是不是美人手 但整个三一七太极拳的全架招式里面 只有单边 单边这个时候抓掉手 掉手在抓的时候呢 其实是手原本是美人手 往下一抓 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 好像他已经不是成为一个美人手 的确这个时候单边抓掉手 这个时候就没有出现美人手 也就是说 郑曼金宗师 他为了能保有阳式太极拳的一个全架精神 但是他又要让他尽可能的加入 以心形器 以气运身 这种中医的十二经脉 让气血通畅而达到强生健体的目的 所以他保有阳式太极拳的很多外形 但他仍然留下 阳式太极拳的一些招式动作 这个是吊手 但除了这个吊手比较独特之外 整个正直太极拳里面 基本上都是用美人手贯穿到底 好那么今天这次的影片就跟你解释了 为什么只有正直太极拳 特别在讲美人手 其他的太极拳 他们都没有再讲美人手这个招式 他的原因就是 正安清宗师设计这个正直太极拳 就是为了强生健体的养生之用 而再搭配他的中医的素养 他知道说气血要通 就是要用美人手的方式 让你气能够贯穿到你的指尖 这个就是美人手的健康原因 我们今天这一集录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